谢谢主席 本席想请我们董次长跟我们萧副署长 副署长 我去年在担任书记长的时候 跟你连续开过五天左右 有关于WHA参加的记者会 我是认为说 会生署应该要尽量跟委员来做个清楚的说明 就是我们如果参加WHA 跟没有参加WHA 对我们国家来说 有哪些损失 有哪些收获 当然是以参加为主 当然如果说在参加碰到了哪些不平的待遇 这部分我们一定要 距离力争 但是就是就为什么要参加 因为我们可以讲 你可以永远不要参加 一辈子都可以不要参加 但是为什么要参加 我觉得这一点 你是不是可以说明一下 我们国家为什么要参加WHA 是我想呢 对这个全台湾两千三百万的民众来说 这个健康的这个部分呢 非常重要 那我们从这个SARS的这个事件就非常了解说 我们如果没有参加 没有参加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些相关的会议 事实上就会像SARS一样 在那一段期间呢 我们蒙受很大的一个困难 所以呢 从这个之后 我们参加的这个因为世界卫生组织有一个国际卫生条例 所以我们2009也参加了 这是一个机制 这是一个机制 那这是我们的疾病管制局 但是呢 那现在干事长用这个Minister用部长的名义 那么邀请署长 那么去大会参加大会 那么在大会上面 我们就可以对所有的人来表达我们对于大会主题的一些看法贡献 更重要的 他有很多的专业的会议呢 我们可以及时的来跟各国互动 而且来拿走资料 简单讲就是参加有参加的好处 所以我觉得说 我想因为政党不同的关系 再怎么样 我想民进党委员都不会满意 对于参加的形式参加的方式 我想不会 可是我想卫生署就是要跟委员说明的很清楚 跟外界 委员有时候没办法 大家各有立场 跟外界说明的更清楚 我们是一定要参加WHA 因为参加对我们国家的卫生环境是绝对有帮助的 你先请 董事长 我其实对于刚刚陈其邁委员他有说 一定要跟中国协商 我觉得你回答得很好 我们当然不可以跟中国协商 我们要跟我们WHA争取用什么样子的部分 这都是跟WHA的问题 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说一定要跟中国协商 你刚刚回答不错 但是我也是要告诉你 就是在跟WHA争取 你要知道永远是不够的 我们永远要争取的更多 所以你刚刚或许 我有看很多委员的说法 我觉得很多委员是提供你很好的一些建议 我想外交部是要去参加 但是也不要把我们目前要以什么样的形式 跟争取到什么样的情况来作为一个我们目前的一个情形 满足的一个点 还是要往前再迈进两步 因为我相信永远也都还要有进步的空间 可是就是说 我觉得跟大陆协商是不对的 我不晓得他是不是故意这样问 还是是有点诱导你的意思 但是我是觉得你的回答不错 但是我们不能跟大陆协商 我们要跟WHA直接来争取 是的 谢谢你 谢谢委员